我不敢 我怕 我不敢 我怕 所以會有一人罵說 你太不熱情或是太 就是沒辦法聊天嗎 就是 可是他們都會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時候他們不喜歡化妝師 化太多的時候他們就會覺得 這樣也不錯 真的嗎 我覺得他不會不聊天 他只是 他沒有辦法一次做兩件事 他只是虛無飄渺的聊天 對 因為我化妝師我必須要很專心 所以他在說妳好幸福的時候 妳要怎麼回答 我就說謝謝 然後他壞壞的說 然後我就說 因為他有合作跟賈永傑 我就說是嗎 我說賈永傑也很樂觀 他就說 然後沒比到這邊就炸掉 沒有 這時候就要拿蓮花出來摺了 你是不是很多女生都喜歡在 不管洗頭還是化妝的時候 很喜歡跟人家一邊聊天 就是 就是 是 是 跟 但是 是 你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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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想說 說 該 該怎麼 為什麼 怎麼 人家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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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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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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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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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他介紹自己的書 能夠撐到幾句話 我最近出了一本書 有關化妝案 好痛喔 看書就好了 書名叫什麼 私奇美學 可是你還交到滿多朋友的 對 所以我就是... 是不是因為寡言的關係 反而不太八卦別人的事情 對 這是一個美德吧 是 因為過度八卦的化妝師 我們也怕啊 對 就他今天會跟你講說 哪個女明星去整形喔 就他也會講你的事情 對 OK 所以你們確實可以聽到 很多八卦嗎 就是藝人會自己分享 會啊 所以你們聽到的時候 心裡就是非常的缺躍 可是要裝出好像很冷靜的 那樣子是不是 他全部都寫在書裡 下一聲 他別壞了 就比如說藝人說 我剛流完乳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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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裡 然後就 然後就跟他分享 真的很難熬耶 所以你們看 你們剛進化妝間 看到那個藝人 第一次沒化妝的樣子 心裡也是大抖一下 然後要裝沒事吧 大嚇到 有時候會 就是要一直憋 可是我覺得模特兒 比較容易有這樣的情形成 對 我覺得藝人 尤其台灣的藝人 我覺得大家都保養得很好 就真的 就並沒有那種卸妝 真的很可怕的那一種 但是模特兒有 模特兒我就 Kevin這是我們今天模特兒 我說 他已經進來一個小時了 我不知道 因為他就像奧巴桑坐在那裡 他就像奧巴桑坐在那裡 那化完妝做整個就 就亮起亮 所以你 你也是跟大家同時知道 Andy跟宋欣妮的事的嗎 我早一點點啦 對 那他現在已經可以免費 幫你做造型了嗎 我真的早就免費了 對 可是說真的在這邊 我真的情願出很多錢去 享受一些就是造型 因為我覺得 現在不用花錢 反而我都會不好意思去他們公司 那他會在家 譬如說幫你用手指按摩頭 然後幫你剪頭髮 梳頭髮要 每天早上我就說 對 9點我就會跟他說起來 我今天要出席活動 他就被我抓起來 然後幫我弄一弄我再出席 好好喔 真的嗎 這麼好嗎 妳是說家裡有一個造型 現成的造型是好棒對不對 不是 就是說那種感覺很浪浪 但是帶他出國還滿好的耶 就是我們有時候出國玩 早上起床 哪有出國喔 有啊 我跟他有其他一群朋友 我們有時候前陣子去香港玩啊 OK 對 然後早上起床 他就會幫我們大家弄頭髮 這也很方便 所以跟造型師做朋友也比較好 為什麼同樣的故事 在你們兩個好像聽起來做什麼 就我也不算講經驗這件事耶 這是你們的問題耶 你看每次什麼正面的事 到你們那邊都變得歪七扭八 然後我跟陳述一件事實 對你們來講就覺得 真的假的啊 你都用這種心態 甚至連他出國國我們都很壞 尤其是你 你然後你就會這樣 下一個 下一個 Andy Andy 他比都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投去他們的浪漫 然後就突然你知道 但是Andy Cue我們講的耶 他Cue我們的耶 我想要再Cue回去 結果你就搶著講 對不起 S姐對不起 妳的意思說 妳跟他一起去香港旅行 妳確定你現在是要問我嗎 對 我是這樣問妳 妳跟他去旅行 妳應該讓人家放鬆 妳怎麼可以叫人家在工作呢 對啊 妳知不知道 如果能夠撿便宜就撿便宜啊 拜託 難道妳去大麥堂不試吃的嗎 妳去大麥堂不試吃 試吃 沒有 我都不試吃的 我跟你講 我去大麥堂東西也要試吃 有床也要試躺 我跟你講 有床也要試吃 王牌造型師各個有怪癖 女明星報告給妳知道 請問去燙商品嗎 有 還有辣椅 Kevin 那個 蕭蕭沒有化妝的時候 臉會非常淡嗎 蕭蕭啊 蕭蕭她沒有化妝 其實我第一次跟蕭蕭工作的時候 我說她沒有化妝像小女生 因為她一看就是屬於那種 因為她很多年 皮膚就非常好的人 皮膚非常好 她皮膚是好 都就是那個血管 整個都看得很清楚 沒有毛細孔 然後幾乎沒有毛細孔 除了鼻子上面 可能有一點點之外 好好喔 真的喔 可是只有血管看起來 比較如何 我們沒有要Q過去啊 沒有要Q過去 我想跟妳說 因為他跟王哥眼角在看我 所以我想跟妳聊一下 因為毛細孔超大的啊 妳毛細孔在看我 妳眼角在看我 沒有 妳也好難防 就像馬一樣 這個樣子 對 妳不要看我 這個樣子 真的好笑喔 所以蕭蕭如果上濃一點的妝 會很不一樣嗎 是俗眼 對啊 因為她皮膚很白 很容易變成俗眼 所以你們研究一個人的臉 要研究多久 不能太久啦 就是不能太久 所以你們會一看這個藝人 就會看出來 她適合什麼造型是不是 可以 對 這樣子 所以Andy 你做張子儀的時候有很緊張嗎 會有點緊張 跟董儀也是 那個湯偉也是 湯偉把你帶去 法國 法國嗎 上個月 對 OK 去拍一個封面 對 其實這些人相處之後 反而我覺得還滿好相處的 所以你比較喜歡明星 是對於她的樣子 你幫她做的東西是 很直接的告訴你說 她喜歡或者不喜歡 這樣比較好嗎 會比較好 有些個性比較...會比較慢熱 像...我跟楊詠琦 工作一起相處很... 楊詠琦 對 很多年 可是你不是有跟李文吵過場嗎 也不是只有吵架啦 應該是...只是可能 那個時候我自己也很多很多 其實滿多年前的啦 那她會跟我說 我這個頭髮剪弄 那我誰誰誰 她不是剪弄啊 她要怎麼弄... 那這樣我覺得你很不尊重我 那我就會... 因為我那個時候的皮疾我 你就發作了 我就會忍受不了 因為你很不尊重我 所以你說了什麼 那我說如果你今天 你要我弄之前那個法式 你叫我向她剪弄的話 你就去找那個人 不用來找我 今天我才幫你弄的話 那我有我的方式 我就不會理她 法型障礙跟你講 你還要...你會封殺她嗎 會 對啊 真的喔 就是因為都把... 被她嚇過了 就是...因為去工作已經壓力夠大 不需要再被髮型師威脅吧 對啊 一定這個人 我覺得人都會這樣 因為不愉快 你不想在工作上面 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對 很尷尬嘛 那如果現在有一家雜誌 就是找你拍封面 然後她就跟你說說 我們就是這次很用心幫你做造型 然後我們找的造型師是 小田田用的造型師 這次要考慮你先去的碗好了 怎麼會這樣啊 還回來再想 妳要顧及她的心情 妳不要讓她知道 再也不接我的電話了 我跟妳講 不要什麼客人都接 會害到妳 我跟妳說正面的鼓勵 不是這種陸黑的 她不是因為跟妳合作的關係 也染上一些惡心嗎 愛開一件難笑的玩笑 我跟妳講 這絕對不是我的關係 就其實我剛才認識她的時候 她就是這樣正正經經的 然後也不愛講話 就跟Andy哥一樣 然後就是剪頭髮